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让我们从哥罗西书 第一章第28节 我们来分享神的话 我们传扬它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一家日资美国的工厂 有一天 日方的董事远道而来 厂内的主管就召集了 全工厂的员工的集合 在会议厅当中集合 然后恭请董事长要演讲 这个时候日方的董事长 不会说英语 只得有翻译来去配合了 那么足句就向整个工厂的员工 翻译成英文 董事长在演讲当中 就穿插了许许多多的小话 可惜啊 由于双方的文化的差异 它的笑话并未博得 预期当中的笑声 唯独有一个小故事 董事长用日文讲了十来分钟 而翻译的人员只用了几个所谓的几个音节就翻译出来了 并且让台下的众人员工大笑不已 然后董事长这个时候 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印象极为极为的深刻 演讲结束了以后 日本这个董事长呢就兴致勃勃地就询问了这个翻译的人员 他说贵国的这个词汇真是丰富啊 我讲那个笑话用了十多分钟 而你呢竟能够用几句话就将这十几分钟的这个故事翻译出来 而且效果效果那么的好真是不简单 美方的这个翻译人员很谦虚地就回答说 其实也没什么 那几句话呢只是我告诉他们 就是老板刚刚讲了一个又长又不好笑的 不好笑的笑话 为了捧场呢请你们大家全部大笑吧 朋友们让我们默想一下几点 第一点那就是耶稣呢 他总是喜欢使用那些 简单容易明白的 当时人们所熟悉的故事 跟比喻来传扬真理的道理 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要留意自己所说的话 恐怕我们用了许多非基督徒听不懂的基督教的词句 比方说交通 团契 香蕉等等 也尽量不要把自己背诵的一套布道的内容 一无一时地把它念出来 第三点呢就是呢 福音是生命的这个营 是生命影响生命 把你所明白以及体验的耶稣基督 以自己的话呢 用简单容易明白的方式说出来 才是真正经过你的生命消化以后的一个真正的福音 所以朋友们 愿神帮助我们 简化我们复杂的信仰 但是 求你呢 能够把它深化它 使我们内心深刻的体会变成一个真实的你 因此啊 朋友们今天 神的话 他特别对我们说 我们传扬他 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朋友们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良 愿神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